這場1600米賽事,輕輕鬆鬆扑成兩倍半大熱門 出陣了熱的這隻馬,加幅是三倍半,生徒四倍,馬曼寧十八倍 加喬就是九十倍的冷門 今天的棄浴賽事,打給預賽 一出閘的時候,外檔這個星期今日又放出來了 但我見到帶了出來,後面一站有聖蒲特上來 第二位,馬曼寧外檔第三,然後灰馬銀袋第四 賣爛就是計劃,計劃之後,緊張大師,然後生徒,生徒之後 外檔就是家喬,家喬後面的一站有些福將軍,加州王子,輕輕鬆鬆 家劃,玫瑰園,包尾就是印度之歌 大概跑了三百米的路程 前面的山空橋,打出來力流 帶著在第二位,有一對馬,銀袋和聖蒲特也是力流 外檔就是家喬,在第四位 然後有這隻,緊張大師,計劃馬曼寧,一站有 生徒在第八位,然後一站有這隻 就是家喬王子,福將軍,加劃,玫瑰園,印度之歌 開始轉彎的時候,一星期還未被他放出 第二位,見到銀袋,後面一站加喬上來,拍著聖蒲特 後面還有緊張大師,計劃馬曼寧外檔 生徒,加油上來第六七位 後面有福將軍,加州王子,加劃,輕鬆鬆 包尾一對,玫瑰園和印度之歌 快轉入直路的時候,生徒和銀袋一起在路前面 後面第三位就是聖蒲特 然後有外邦,有家喬上來,第三位 然後跟著生徒在大外檔也在打衝鋒 大概二百多米路程的時候,生徒在這段相當厲害 已經過了家喬 第三位仍是聖蒲特,馬曼寧在第五位,快速上來 生徒可以贏這場賽事 家喬仍然在第二位,但馬曼寧越追越近 那時候馬曼寧越過了家喬,進展上來第二,生徒第一 生徒贏得好,馬曼寧一推就過了 外面那一隻,在外檔上,紅帽白走勒的那一隻 就是家喬,家喬沒什麼制 家喬還有,兩腳那麼多,馬曼寧後追上,過了它 當然擔心之後鋒 Canadian 非常非常 Negolog 他的帽子 就是茸南少年度會一個 好遺憾 ра wing had münday 當中的野雨 12號馬萬寧位置快了是38.4 第3號是6號馬家橋位置快了105.3 連優位11-12號快395.9 三龍隊11號12號6號快17,062 時間是1分36秒9 第4號是10號馬聖蒲德 有2千以上的長途才被聖蒲德去跑 要派第一位 有這麼快搶出這麼快出來 要領頭望前面沒有東西跑 這樣才跑得好 今天他有這樣的機會 但他沒有信心 還以為留住在第二號這馬絕對不好 絕對不好 一定是放頭的 沒有理由 出到第二號今天大可以放頭的 你見新旗都不想放 他看著沒有馬 沒辦法才賣 你肯想他給你快走 跟著你 這樣走法起碼一直入等 現在等頸都是等 就等了頸 趙介人應該知道這馬放頭走好 始終還未跑長途 生途近領這馬騎得好 馬就很合適 操那兩火都見操得這麼好 拉出來馬力也很漂亮 贏得合理的 不過加碼似乎是 馬拉出來我不覺得他有進步 就是一樣的 就是好像覺得全都見了 都是這樣就見過了 這樣上緊 例如家喬這個臨場 我們還看到大馬收身 這馬一定是很平穩的 不過這馬更爛性 這些爛性是一定要夠硬工的騎士騎 這馬我喜歡好像大圖里走了 大圖里的騎就很棒了 沒有大圖里的騎就很棒了 他又省得動 又是省得動 所以擁當之好 輕輕鬆鬆沒有什麼表現 這麼長還跑得差 比上次更差 趙介馬就比上次更差 會不會都是留跑打比呢 會不會是敢禮嗎 不會啊 趙介馬就好像挺好的 是吧 他肯定還未十足 他是比上次更好 路由進展 錯誤過嗎 怎麼說他 就是那個新旗組段 走勢笨絕 在到了800米的時候 埃拆內蘭的馬 繼續跑來笨絕 要試襲合格 經受醫檢查才能再出賽 轉入直路 馬曼寧和生徒 兩隻馬就互相觸碰 去到200米 緊張大師在聖蒲德 向外斜跑的時候 要領取空位前進 收慢 這個時候計劃 在這個新旗的後題 就是因為沒有空位前進 要窒捕 加幅輕輕鬆鬆兩筆熱碗 都是例行檢查的 要看完直路 一集直路一字刪開 黃色帽 橙橙地刪開 這隻就是家橋 後面綠色帽 後面數過來第二隻 輕輕鬆鬆 好像拍著它過去 一拍著就過去了 新圖 白帽而已 馬曼寧都是厲害的 好了 五場賽事講完了 有寫陣 還有四場 一拍子